有一个助手他就给了一杯东西我喝 我喝完那杯东西的时候 回到家大概傍晚 大概四个多小时五个小时 突然间就 上次没有了 整个脖子肿到这么大 就要来那个医生才咽出来说 你应该是中了一些某一些化学的毒 而且是下手还不轻 1987年王杰横空出世 推出的首张专辑 一场游戏一场梦 占据销量排行榜冠军长达半年 在那个年代 王杰是当之无愧的歌坛巨星 我想 某香港四个人 加上都没有我本身加 然而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一场危机却悄然而至 他的快速走红 也许是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所以他遭到了许多同行的针对 他还说 当时的乐坛为了把他搞下去 还专门弄出了四个怪物 而这四个怪物 指的就是当时的四大天王 有一次下班回家后的王杰 喝了助手递过来的一杯水 紧接着便感到头重脚轻 浑身难受 整个嗓子像被火烧了一样 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抢救 原来 有人在他的杯子里下了毒 导致他的嗓子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这对他的歌唱事业 无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无法唱歌 他在乐坛也慢慢地走向了沉寂 对于投毒事件的真相 外界众说纷纭 但也有头脑清醒的群众提出 王杰虽然一直强调自己被下毒 却对下毒者是谁 不给予明确回应 让人很难相信这件事的可靠性 直到最近才有一位香港资深记者 道出了这件事的实情 甚至有些公司的人 他们会恶劣到 就是在我的饮料里面下毒 2010年 王杰在访谈节目中谈到 自己被圈内人暗算 在饮料中下毒 因而把嗓子搞坏了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纵观王杰这么多年接受的采访 每次谈及此事 都会出现一些细节 前后矛盾的地方 有粉丝替他开拓道 这是因为他怕得罪背后的人 而引来报复 所以不敢说出实情 但是近日 却有一位资深的香港记者 朱书爆料 称王杰的师生 与其他人毫无关系 被下毒一事 纯属子虚乌有 而是他自己过度抽烟酗酒 把嗓子给作废了 朱书表示 当时英皇为了与王杰 签订十年的合约 花了四千多万 但极傲不逊的王杰 却一副浪子的模样 经常拒绝老板的传唤 还专门跑到外地娱乐消遣 他不负责任的行为 也终于惹怒了公司 英皇高层集体决定将他血藏 再加上王杰本人 与英皇复杂的利益关系 二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几乎到了无法调节的地步 因为跟英皇闹翻 没有了依靠的王杰 在香港的人气一落千丈 于是他便来到内地发展 没想到 想吃老本行的他 却把嗓子给做坏了 无奈这下 他只能靠卖惨来博取同情 而关于他被下毒的遭遇 内地的粉丝都身心不疑 纷纷对他表示支持 这桩华语乐坛的悬案 虽然凶手是谁 还没有找到 但有了这名资深记者的作证 也算是给了此事 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 但毕竟不是当事人 所以他的说辞 也只能作为参考 无法将此事改观定论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也许只有王杰自己心里清楚 2013年 王杰担任了选秀综艺 中国新力量的导师 参赛选手王子飞 选择了陈奕迅的 好久不见 作为演唱曲目 表演过后 王杰对他的歌唱技巧 和唱功 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并赞叹 他的演唱 丝毫不出原创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王杰还批评了 许多香港歌手 根本不会唱歌 作品里也毫无感情 虽然没有说名字 但许多网友却认为 他说的这番话 是在内涵陈奕迅 而王杰却表示 自己并没有批评他 因为他根本不值得 自己批评 在他看来 几百万的唱片做出来 是靠着几千万的音响设备 在帮助调音 他不认为张学友 可以称得上是歌神 陈奕迅在他眼里 也不会唱歌 比他们会唱的大有人赞 口出狂言的他 也引来了网友的质疑 他凭什么这样 去点评别人 王杰出道的第一张专辑 一场游戏 一场梦 刚面试 销售量就突破了 八千多万张 第二张专辑 忘了你忘了我 发行后 也依然稳居 年度销售冠军的榜首 巅峰时期的王杰 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 旁边甚至有四大天王 为他扮唱 作为成就颇丰的乐坛前辈 王杰绝对有资格 去评价陈奕迅 张学友等人 如今王杰 已经逐渐消失 在了大众的视线中 除了偶尔参加一些 综艺节目 几乎找不到他的身影 虽然人气大不如前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在乐坛的成就和地位 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也依然可以被称为 华语乐坛 最成功的歌手之一 他的专辑销量 更是令许多 天王级别的歌星 望尘莫及 说他是 几代人心中 不可替代的天王巨星 也丝毫不为过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感谢观看